Hello 大家好 我是宮阿雲 Karen 在我身邊的就是我的Best Friend Hello 施杰 今天她就特意由檳城 搭火車過來吉隆坡 搭了4個小時 一會兒晚上她又要4個小時回去 所以是8個小時搭車 8個小時在吉隆坡陪我一起瘋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宮阿雲 Karen 未來的5月29日晚上9點我會開Live 到時我會邀請一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Hatamas的副董事Nick Sill 和大家分享在吉隆坡投資 宜居的經驗和心得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link登記 到時見啦 wwwww 我們現在要去的呢 就是Orrcussion Room 的啦 感觉如何? 真是超漂亮 不知道Dixon是否可以 第一层就是甜甜的 第二层就是School 最低那层就是硬碟 其實我和這個朋友已經認識了很多年 我們有College 第一個問 我們是同一個系列的 我們是讀Account 是不是看不出呢? 今天不准爆料 我一會兒給他掩護費 一年都會見一次面 因為都認識了很多年 這次是特意約好在吉隆坡見 因為本來他在濱城住 還有工作 我就是在香港 我這次回來陪家人 他很有誠意地約我出來 那我就出了 你真的很有誠意 真的很有誠意 駕駛8個小時 我想問 方不方便 其實駕駛那個貨車 都挺方便的 是要早上6點起床 然後駕駛差不多35分鐘的車 去到火車站 然後駕駛4個小時的火車 來到吉隆坡 是不是很方便呢? 除了要早起那個部分 其他都挺方便的 聽說是不用等飛機 不用不用 火車到之前你到就可以了 早一點去到15分鐘 可以嗎? 但你沒有買票 要先買票 在哪裏買票? 火車站可以買 然後網上訂都可以 不過網上訂有沒有時間呢? 買飛機票 有什麼時間你要搭火車 如果錯過怎麼辦? 那錯過了 那你不可以再搭下一轉 不可以 哦 即是跟飛機票差不多 對 你如果預計了時間 你就一定在那個時間出發 所以要準時的 4個小時裡面 有沒有食物呢? 裡面可以買食物的 然後我覺得挺乾淨的 有沒有冷氣的? 有冷氣的? 冷到你不得了 我記得戴件外套 是的 我都戴件外套的 哈哈哈哈 那多少錢呢? 馬幣大概五十八元到七十七元 為什麼有分呢? 是分 是高和Platinium 哦 真的有分高和Platinium 不是高的火車 是Platinium的火車 有什麼分別呢? 高的火車是停車比較多站 所以它的時間是長一點 Platinium就是比較少站 所以比較快 哦 但它是特定時間是高 特定時間是Platinium 所以都不是美間的 哦 就是你要遷就它的時間 是的 如果是自己開車呢? 要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幾十個小時? 為什麼不開車過來呢? 其實都差不多時間 鬆神 你在火車可以睡 因為我都試過 是特意和朋友開車去檳城找他 你是坐車是不是? 哦 別人開我坐的 不過其實都有興趣 下次可以特意的火車去檳城 是挺方便的 是啊 因為我如果是自己開車的話 我也是覺得是考慮到 就是都傷神 傷神 因為你要飲料 不是 現在很多的rest house 是路中間有一些站 是很大的 是休息站 可以去洗手間 不過如果你遇到那些很塞車的時間 例如紅日的人趕回家駕車的時候 你在那裡塞車的話 就有一點大問題了 因為吉隆坡是一個 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會在吉隆坡做事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一放假的時候 個個就要回家的時候 就會造成大塞車 好啦 我們先吃點食物 湯來的時候是很熱的 不過放了一會兒 是否冷了 我嘗嘗它的mushroom puff 軟了 它的皮挺香的 裡面的餡料也是很薄的 可不可以 特別的 特別 我覺得可以更薄一點 更薄一點 更薄一點 因為都是五星級九層的味道 好像下大雨水 下大雨 在馬來西亞我們是叫下大水 那你覺得 現在吉隆坡會不會有大雨變化呢 哦 經常都下你不乾 哈哈哈哈哈哈 我比較喜歡檳城 其實 你也會過來吉隆坡 找朋友 吃點的那間飲咖啡 都沒什麼看過吉隆坡 這個地方 我都很久沒去那個 那有什麼好味呢 是夠不夠 我是檳城 所以 他覺得基本上吉隆坡的東西 不好味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檳城真的 那些東西比較好吃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你很難吃到很難吃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 吉隆坡是多款 吉隆坡是你要什麼 你可以找到什麼 是的 而且是來自不同馬來西亞地區的美食 馬來西亞野食的話 就 檳城就更加好吃 很多 所以是來吉隆坡的檳城的朋友 通常 是比較囂張的 哈哈 我們很 proud of 我們一邊的 哈哈哈哈 他承認一下 哈哈哈哈 不是美食 你叫我老實一點 是不是老實 老實一點 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哈哈 乾杯 乾杯 好 感覺是開心的 在這顆花拿著 好像酒的問題 好像酒 不過不是 因為馬來西亞回教徒 是不能喝酒的 所以如果開放給回教徒的地方 是不能喝酒的 是 這次他有撻的皮 是脆的 它裡面有一個Pumpkin 不過是吃不出有Pumpkin的味道 是吃不出Pumpkin 哈哈 南瓜沒有南瓜味 哈哈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雞有雞味是對的 哈哈 他的服務員很好 就很主動的問我們 要不要整熱的Scon 那現在呢 他就弄完了 Scon 現在是可以熱的熱的吃 哇 一熱的熱的 那個Prim 一塗上去 就立即溶掉 這個Scon 是OK的 穩陣 不會出事 塗過士多啤梨 啤梨 都OK 其實你不喜歡 Starberry Jam 平時不會吃 很好吃 我是很喜歡 Starberry Jam 有顆粒 看不出是吧 看不出欸 看不出欸 不不不 看得出 人不可以幫我看 我就比較喜歡吃糖的 之前呢 是可以瘋狂到 上週樓樓是可以吃甜品的 很多年前我去找你的時候 在香港 不過我就一定要吃甜點 八三五味 有雞嗎 原來我改變得更快 哈哈 原來 原來年紀已經長這麼多了 但我們絕對不會用年齡去標籤自己的 是啊 越來越有魅力 是不是 只會越來越美女 不會是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相信 無論你是什麼年齡 我覺得 就算80歲 都可以跳熱舞 嗯 我不同意 因為你喜歡這件事 你不會因為你的年齡去探索 你做 家長小孩子學芭蕾舞啊 學鋼琴 因為是自己小時候想要學 是 自己學不到 嗯 可是他們就強制他們去學 嗯 可是其實你自己的夢想 應該是你自己去實現 對 都不是要去比賽 肯定能學吧 這裡很有趣 這些東西 很多都是一份一份的 是不是要分享會好一點呢 很多東西是不可以分享的 嗯 有些東西絕對是不可以分享的 那現在就總結一下這間餐廳的食品 其實那些食物的質素呢 就不要要求那麼高了 嗯 基本上是 這條片真的很難剪 哈哈哈哈 沒有一樣東西我可以說我好吃 不過我也想找一個地方 可以跟自己的閨密呢 是靜靜的 聊天 氣氛又好 又可以拍照 價錢是OK的 因為它一個人就110元人民幣了 服務都OK 服務都非常好 那些茶具那些很漂亮 嗯 女生你會很傾心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食物都不是重點 是 重點是你看到這些東西 周圍的東西很漂亮的時候 你吃什麼東西都會覺得好吃一點 不過當然 因為我這條片 我真的很執著吃東西的 哈哈 所以我就很挑剔就是這個東西了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它要早預約的 如果你是週末的話 可能都要早幾個星期 才可以預約到 甚至乎是預約不到位 因為它的位是不是很多的 五個桌 然後一個大桌是給多些人喝的 基本上是很闊落 有自己個人的空間 和朋友的空間 不過weekdays的話呢 就容易預約一些 不過程序呢 就比較複雜一些 因為它又要傳回的email給你 然後叫你給一半的訂金 才可以預約到位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的話呢 歡迎大家去到Karen Kong Music 這條片下面呢 有一個鈴鐺的 那你按 當我出新片的時候呢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